斯洛伐克经济部政务次长葛利克 周三率官员团前往竹科 了解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现况 下午来到新竹国家太空中心 接着参访台湾半导体中心 官方产业学术界抵台访问 象征双方合作往前迈一大步 其实早在10月份 台湾访问团到斯洛伐克 就跟四国科学院量子研究中心交换意见 这回斯洛伐克访问台湾 也代表该国投资际贸易发展局 跟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签署MOU 共同推动太空产业发展 并计划在量子通讯开展合作 尽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跳脚 声称违背所谓一中原则 北京打压反让国际间挺台力量 越来越受关注 这个就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 发现到台湾的重要性 那我们这个纯粹是就 经贸的一个交流访谈 促进双方的一个经贸的交流跟成长 台湾科技部经济部中演院 跨部会组成量子国家队 未来五年投入80亿元 发展核心技术以及人才 科技部长吴振中说 继续未来两国能试化科研合作 并拓展在量子通讯的合作 进而串联台湾与欧洲量子科技研究 新唐来的电视 林秋霞 唐吉安 沈维彤 台湾新竹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沈维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沈维彤 标志愿者 沈维彤 只能找到